先把那個C疊的3732的這個目錄 不過你們好像是另外Python新的版本 那你就找一下你的那個版本在哪裡 然後把它砍掉之後 重新解壓縮 OK 那解壓縮之前記得要把什麼 把那個你的Equilib先關掉 不然的話它會先是什麼 執行階段 所以沒辦法把那個目錄給砍掉 OK所以先把Equilib關掉 然後我就把它重新開一下 然後一樣Launch一下 OK那另外的話 如果你不確定說 你那個你們用的Python的版本 是哪一個的話 可以看一下 就Windows那個Pryphonies這邊 這個往前面講PyDIV裡面 有一個Interpreter 這邊有一個Python的Interpreters 那目錄的話基本上就在這裡 也就是說如果你用的是別人 之前安裝的話 然後它的目錄一定是放在哪裡 C疊的這個目錄裡面 OK不見得一定叫我跟我一樣的名稱 也許叫可能一樣是Python開頭 也許後面的版本可能是374 才375等等的 OK那你就可以把那個目錄砍掉 然後也許呢 當然如果未來你抓的版本比較新的話 你可以重新再New一個 然後重新選也可以 OK 所以那個Python的版本 不是說永遠只能用那個 你家如果更新的話 你可以換一個沒有關係 可以從那個地方去都變更 好那我現在已經把那個 把它先更新過了 把那個 這個Request 把它怎麼樣 把它砍掉了 也就是我電腦裡面現在沒有Request 那我現在只是先DEMO一下 如果沒有的情況下 一定執行的話 它會出現什麼 怎麼還有 那有可能 我之前是不是預先也把它 先把它放進來 因為我怕你們安裝會失敗 怎麼樣 但如果說了 將來 假設 如果你的版本 看到的結果是什麼 這個畫面 No Module Name的這個Request 那你要特別注意哦 你就要懂得去怎麼樣 再把它裝起來 安裝的方式非常簡單 第一個 如果說你的電腦 假如說 出現那個 執行之後發現呢 有剛剛那個畫面 那你就到哪裡了 一 請你找到你的C碟底下 二 找到你的那個什麼 你的Python的目錄 目錄是這個 OK 我是用這一個啦 一區 待會也許 不然我就抓一個 跟你們一樣的版本 打開它之後的話 安裝的方法 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因為這個部分 需要手動安裝 而且呢 需要下指令 那指令不會很長 但是不能做錯 OK 所以一 請你先打開你的Python的位置 然後找到它目錄裡面 有一道Scripps的目錄 我們主要是要用 它的這個叫Pipe的 PIP的這個程式 去幫我安裝 我們網路上面的那個模組 那特別是這個地方 我要執行它的時候 其實後面要加 install 然後request 所以特別是這個地方 你可能要下指令 那下指令的話呢 最簡單的方 最 這個 最簡單的方法 當然就是你要去把那個 命令提示資源 就DOS模式打開來 OK 所以一 請各位注意啊 先到這個Scripps 二的話呢 請你到上面 它的目錄位置 點一下 輸入CMD 這個有點像我們之前 好像有用到類似的方法 Enter一下 那你會發現呢 它就會幫我怎麼樣 把我們現在的目錄名稱 直接帶到哪裡 帶到這裡 那你只要下一個指令 就是安裝的話 你就下一個指令 叫Pipe 空一格 install 然後你要安裝的東西 叫request request ESG加S Enter一下 大家如果已經安裝 它應該會跳出那個逆星安裝 但如果沒有的話 它會出現 它已經幫你安裝 並且會跑那個訊息 OK 它這邊好像有出現 有一些錯誤訊 不過沒關係 如果理論上 安裝正確的話 是OK的 還有呢 將來有種情況 如果你執行這個指令 發生錯誤的話 有一種可能性是什麼 就是你的電腦 曾經有安裝過別的版本 或者你安裝的Python版本 太多的話 那你的指令可能要換一下 我這邊還有一個 因為理論上 當然第一個方法是OK的 但如果有些特殊情況 那你可能就用這個Pipe 那個在Pipe install 前面加一個Python 1-m 然後Pipe install 我把它感受一下 OK 然後直接貼到這邊來 貼好按個右鍵 他就自動幫我把那一串 訊息貼過來 Enter一下 這個時候他要去Check OK 理論上如果他沒有發生錯誤 他要先Check 然後呢 一樣會幫我下載 這個時候他就下載 下載的話呢 就類似像這樣子 OK 那就下載成功了 特別是喔 這樣子才是下載成功 他會跑一些進度 那你會想說 他到底去哪邊抓 其實他主要是去官網 所以你可以到那個Python的官網 你打個Python 然後呢 第一個就是啦 實際上呢 因為我們主要的需求是什麼 去網路上撈資料 所以呢 我會在那個在這個什麼 他這個叫什麼 Python的那個Package Index 這邊的話呢 提供給你一堆的套件 其實你也可以講他是什麼 外掛開外掛呢 也就本來他沒有這個功能 但是呢 你可以利用外掛的方式 可以得到多餘的功能 像比如說我們需要什麼 下載網路資料 但本來他的那個 拍子裡面沒有這個功能 那怎麼辦 沒關係 我們可以在這裡面 去把它抓下來 其實就是你也可以在這裡面 找一下 輸入什麼HTTP之類的 或者是什麼關鍵字吧 然後你Enter一下 他會去幫你找 比如HTTP相關的功能 這邊一堆 其中的話呢 我是覺得最簡單 最好用的話 就是Request OK 這功能應該是最好用 目前版本是這個 2.23的版本 那你會發現的 每一個Package裡面 他都會有一些相關區 包括最新的版本 還有安裝的方式 另外的話呢 會敘述一下 這個Package裡面呢 該怎麼使用 甚至他會提供你一些原始 甚至呢 底下還有一些 這個什麼呢 這一個作者 因為每一個 開放原始碼 一個Package就是一個作者 獨立的 不是Python的 是額外第三方的 其他作者 所以這邊有HPage 你也可以到他HPage裡面 去稍微看一下 他比如說這邊有一些 版本更新啊 等等的相關訊息 或者是說呢 底下還有什麼呢 一些相關的 歷史資料啊等等的 都可以從這邊找到訊息 那其他的話當然哦 這裡面的 不是只有Request 裡面的話 提供二十幾萬個Package 也就是說呢 有二十幾萬個 外掛可以幫你 做你想做的事情 包含就是比如說 你想要做影像辨識 影像辨識裡面一堆 OK 而且很多都很簡單 比如你提供給他一個圖檔 他就幫你辨識裡面 你要的數字啊 英文啊 文字等等的 都幫你辨識出來 或者甚至語音辨識 其他的好像一堆啦 反正相關功能 你們可以在裡面 稍微找一下關鍵字 就會有 再來就是你要怎麼去 把安裝下來 那主要特別注意 就是我剛剛講的 直接到哪裡 到這個 特別注意 Python的這個目錄底下 有個script 在這裡記得打個cmd 可能剩下就要必須打語法 兩個方法 這兩個方法應該就OK了 然後安裝好之後的話呢 再來呢 你就去使用request request其實非常簡單 他的語法 主要就是get 不過特別注意 因為我們是外部 取得這個request 所以我們要使用他的話 一定要import 那你會發現他下載下來之後 他會幫我放在哪裡 基本上會放在我們這個library底下 有一個叫什麼 一個叫lib底下 一個叫做sitpick的東西 OK 所以如果你想找的話 你可以到哪邊找 到我們的這個Python的目錄底下 有一個lib 然後呢會找到一個目錄叫什麼 叫做sit sit就網站 這個package就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套件 其實就是外掛 基本上的話你可以找一下 裡面如果安裝成功的話 應該會看到有一個叫request r開頭的 request在這裡 所以基本上他就幫我把這個外部的函事庫 幫我裝到這邊來 那剛剛那個動作 實際上就是幫我做這個這個事情 所以如果你在這裡面找不到request的話 那基本上就不能用了 那待會的話呢 因為我們要下載資料啦 所以我們主要是在台北市政府 所以你們google一下開放資料 那我基本上就找什麼 在這裡面找那個 找那個 這裡面當然資料一堆 那你們可以在上面找一個 我覺得還不錯的 像台北市的公有零售市場行情 這個關鍵字 或者其他 我剛剛還有看到其他的資料 像什麼 台北市的什麼捷運的那個運輸量 有沒有 不過他好像只有更新到二月 看起來應該三四月會非常慘 五月應該更慘 因為我有一個同學在那個捷運公司上班 他說哇現在人人大概減少了 至少有三分之二以上 而且應該會越來越少 像我現在就不敢做那個大眾運輸工具 因為平常有時候就搭台鐵 自從那個有疫情之後 我就自己開車好了 然後像有人多的地方會不去了 所以像現在都要填寫有沒有 你們有沒有去過墾丁啊 或什麼 所以 當然相關資料網路上都有 那我們舉例就是這個 台北市的公有零售市場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今天我希望拿這個資料來做統計 OK那第一個會遇到一個問題 你可以下載 可是問題如果你下載 每一次要update新的 你又要必須要再點一下 然後再下載 然後再去把它抓 其實很麻煩 所以最好的方案是什麼 他既然都已經放在網路上了 那我就直接去把資料從網路上抓下來 我就不用再點擊下載之後再做處理 OK 可是問題要怎麼完成這件事情 這個地方的話就必須 第一個需要用request 幫我直接從網路上抓下來 至於要怎麼抓 請各位先試著檢查一下 你的環境裡面有沒有request 第二個的話 到那個台北市的開放資料平台裡面 找那個公有零售市場行情這個範例 或者其他也可以 其實我覺得台北市政府上面 好像有蠻多資料 其實都可以拿來練習的 那我們主要是希望 第一個我不用下載 直接抓 怎麼抓 用request 第二個的話抓下來的資料 我希望可以直接塞到資料庫裡面去 也就是有點複習前面的資料庫的部分 然後再來的話 甚至可以複習剛剛execute many 我們不要用那個什麼 execute 我們用execute many 那個level更高 OK 所以其實這東西 其實主要是練習熟了之後 我覺得應該也就慢慢會越來越進入狀況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這部分